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今天我煮菜干猪骨粥 最近人们经常不舒服 菜干猪骨粥可以下火 我还加了一些淡菜 煮菜干猪骨粥 我发现很多人不懂得煮粥 先隔着要做的,把米浸浸 做出浸泡后放入雪柜 放着雪柜入肥坠 然後醃一醃 醃一醃一醃 讓它一會更快麵 這些是偷雞方法 如果你想粥更漂亮 當然要買香米 現在很難找到米店 除了Turbo哥那間 然後 這些米要隔天做令 大家聽不聽到坑坑的聲音嗎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大家經常怕粥煮焦 就可以 現在煮了水 放了匙羹在底下 匙羹不斷轉 粥就不會太容易焦 好了 我們煮菜乾豬骨粥 隔夜就浸米 洗乾淨的米 就放入冰箱 那些豬骨呢 我們買的豬骨呢 就買這隻 即是整條脊骨那些 沒什麼肉的那些 因為菜乾豬骨都會來蒜 一買回來 就馬上拿粗鹽進去 不要洗 不要洗 拿粗鹽進去 醃 醃一個多兩個小時 一買回來就要醃定 然後呢 我們現在開始煮了 那我們就過去洗豬骨 剛才我不是加了很多鹽去洗的 那些豬骨 洗乾淨的鹽去 不是呢 你不是呢 你不洗乾淨它 一會兒那些 那些粥就鹹死了 但是這個煮的豬骨粥 不用什麼 那些豬骨不用出水 就因為你用鹽醃過 就這樣一會兒 扔它下去煮就可以了 因為那些很多鹽 要進去骨裡面 那一會兒煮起來 就很好喝的 記得 不要買肉排 要這些豬骨粥 要這些骨粥才好吃的 要一邊吃一邊損 骨粥 損少許肉才好吃的 煮豬骨粥 然後呢 就先煮了那些湯 先的 來 我們開滾了水 有一樣東西 也是 加一些冰糖 調味 然後呢 我們就先把骨粥放進去 那些冰糖 這些冰糖 那些冰糖 這些冰糖 這些冰糖 那些冰糖 又是不用出水 回來呢 如果是正式的冰糖 沖一下水 可以 沖浸浸乾淨 沙泥就可以了 那些冰糖 我們就放進去 好了 現在就可以蓋過 一會兒就沒有蓋過 煮粥的時候就不蓋過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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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菜乾 怎麼做呢 菜乾煮得很難 才會很適合 那我們就剪碎 有那麼碎 剪那麼碎 再不是 你找個 不過呢 如果用一個冰糖 打爛它 就太過肉酸了 就像綠色那些粥 那我們就剪碎 菜乾 菜乾 豬骨粥 通常煮得很溶 那些菜乾 那些菜乾 大家知道 回來 浸水 養乾淨 那些沙 它始終呢 是曬過 好多沙 那些 那些菜乾 浸完 養乾淨 它就可以了 那一會兒 那些菜乾 那些菜乾 呢 就放進去 好似平日煮湯 大火 將菜乾 豬骨 煮去半個小時 九個小時 才下米 因為拍攝關係 我會把米拿出來 照樣放進雪櫃 到你真的煮完了 將湯 煮 將骨 和菜乾 煮到它出了味 才倒些米 煮粥 還未遲 你把隔夜浸過水 浸過水 然後放在雪櫃 雪隔夜 那些米 特別易開花 很快的麵 那些菜乾 搞定了 那我們就放進去 先放在菜乾 因為我這些煮粥 就要給很多人吃 所以 那些材料超級重 大家煮粥 煮粥不怕水多 水多只要稀 就不會像煮飯一樣生飯 如果是用真空煲的觀眾 那就真的方便了 隔夜 就醃定米 即是浸定米 那你第二天煮 那你就賣了豬骨 醃了它 那一回來 核鹽醃了它 那你洗好第二招 第二招 你打算晚上回去吃 那你便將那些菜乾 你洗乾淨了 那你的水呢 你就調好一點 總之一比五 一比六以上 就對了 那你就熬 丟了 丟了 那你起身 你就丟了那些東西 鋪了去 那你便去洗臉 拆牙 那你起碼煮幾個字 然後倒了米 然後到那些米 然後煮多幾個字 蓋上蓋 回來再煮 那這樣便會有好麵的菜乾 豬骨粥食 如果有用真空煮的 不過當然不夠明火煮 那麼好 那些是悶燒相差一點 但回來再煲半小時 一樣好吃,粥很綿 如果用真空煲 現在很多人必有時間 煲湯一星期煲一次 如果用真空煲就有這個好處 但壓力煲就不建議 壓力煲粥是比較危險 一會塞了氣罰就很麻煩 我們現在先讓它煲半小時 待會我們再加米 好了,湯已經煲了半小時 大家看看顏色都不同了 現在我們就可以加米 到這個時候就沒有蓋蓋了 就真的煲焦了,真的不行 如果放大一點的匙羹在底部 就比較穩妥 它在下面轉,就不會容易黏到底部 尤其是我們的電磁爐很窄 如果黏在底部很容易煲焦 那現在呢,讓它大火 那現在呢,讓它大火 扭它煲,大火扭它煲呢 它滾捨當然會關火 當然會按小 它不捨,那你扭它大火 煲它半小時才慢慢關小它 不要那麼快刪 好了,現在差不多了 我們要等時間了 記住 那些米呢,就在裡面了 一會它就會開始煲 那我們呢 看到了嗎 看到了那些米呢 現在它是未開化的 因為我們開著大火煲它呢 它的水都會流失的 那就差不多了 不要刪開 我們等時間 各位觀眾 大家看到煲粥呢 是不是很綿 因為我要呢 因為我要呢 因為我要去做節目呢 其實我平時呢 師兄師兄,請過來 平時如果我煲呢 因為我怕電磁爐煲粥呢 最壞是很容易黏體的 總之你那些東西一黏了下去呢 它就黏了 如果是火就沒有了 它是這樣煲的 還有我今晚那個芽那個匙巾不夠大 不是在下面這樣轉呢 就OK的 在那裡煲出來 是的 今晚呢 我當然要找我拍檔試粥 當然 我要煮這份的香味 是 叫我蔥就給你 好 讓你嘗嘗 煲到 煲到 其實這個粥呢 真的如果用冰 用冰的米 真的煲過來 其實你不說 一聞就真的很濃郁的菜乾 是的 像豬肉還是豬骨 很香很香 還有一些淡菜 你剛才說怕很濃味 是的 剛才我看的顏色 你看這個顏色 是不是怕很鹹 我還以為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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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很鹹呢 我是吃很淡味的 很怕吃的 嘩 很鹹 好像加了豉油 沒有 沒有 好像沒有另外的鹹味 我吃到菜乾味 你吃到淡菜的鮮鮮味嗎 我不太知道 甚麼叫淡菜 但我不斷吃到菜乾 淡菜很小 好像蜆不像蠔豉 不像蠔豉 對 好像蠔豉味 對 好像蠔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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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因為它是淡菜 它不帶鹹味 我不喜歡用蠔豉煲 如果加多蠔豉 很鹹的粥 加淡菜 它有淡菜的香味 吃下去 你會有蠔豉的感覺 但它就不會有那種鹹味 和這個粥很配 是的 我吃了 你一說我就吃到那個味 是的 很不錯 這個 Carmen今晚說 糟了 因為我忘了提醒它 帶暖虎回來 裝好一些回家 因為我聞到這個菜乾粥 很香很香 對 先人家做些畫質 但我亂猜來 裝好放棄 因為我打算給它一個煲 裝好 對 是 好了 現在大家… 我想觀眾現在明白 如何去煲 將粥煲麵 這個菜乾湯 菜乾豬瓜粥 一定要先煲湯 讓菜乾和肉出味 才有糯米 不然你一起煲 效果就沒有那麼好 是否因為這個情勢 才令到這個粥變成這樣吃 對 還有,先把米先冷凍 浸水 隔夜放在冰箱裡 冷凍一晚 是 如果多人吃 煲粥很大煲 就用半隻皮蛋 或者一隻也可以 連米拿過去 一起浸水冷凍 冷凍到第二天 避走水 加少許油 拿米再放進去 很快就會變成這樣 不用煲幾個小時 如果… 會令到它很綿的小技巧 對 如果平時… 如果我夠時間 有空出去看著它 你米也看不到 對 那些是再綿一點 這個可以嗎 還可以 還可以 因為我免費鏡頭吃 下次這樣… 你喜歡吃椰黃嗎 椰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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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小小的椰黃 我會喝裡面的水 椰肉也可以 椰肉也可以 我以為我做椰黃燉奶 可以變成三種椰黃 是否椰黃裡面 有燉奶的好處吃 如果椰黃燉奶 我會變成三種椰黃 椰黃燉奶 薑汁燉蛋白 燉蛋黃 蛋黃 燉奶要蛋白 不要蛋黃 蛋黃可以用薑汁 變成燉蛋黃 水可以做大菜糕 椰黃水 對 椰黃水可以變成三種椰黃 下次看看我夠不夠時間 夠時間 我就做了 一次過換了你三個月 對 不過我一定不會用精櫃 我們有精櫃 但為何我不會用精櫃 用一隻鑊 我通常教大家做事 不可能你用那麼多工具 你家裡沒有 教你也是廢話 對 對 對 我通常都會教你家裡 可以做到的 對 對 如果我教你一次 你就知道出去吃幾個品 對 自己買幾個椰黃回來 滿足整間人 你現在吃甜品 不是便宜 對 不過其實工夫多 是值得給別人 一來吃甜品 有時不便宜 因為吃那種品 因為跟誰吃甜品 沒錯 有些不甜也變成甜 有些甜也變成苦 對 對 我下次也教大家做別的東西 嗯